我們看下這題目 是討論函數f等於-x四四方加6x平方加5的反區點與凹口方向 那在這裡 因為f'是等於-4x三四方加12x f'是等於-12x平方加12 那我們提出-12呢 這-12x平方-1 那我們把它分解成x加1x-1 那麼f'是等於0的時候 我們算出x是等於-1或1 當f'是大於0的時候 那麼也就是x加1x-1小於0 那麼x的範圍為x大於-1小於1 當f'是小於0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x加1乘以x-1是大於0 那麼我們得到x的範圍為x大於1或x小於-1 那麼這時候 我們將此函數的凹口方向 這情形呢列表如下 那麼x的值呢 我們以-1和1做區分 那麼我們由這裡討論得知 這時候呢 f'是負的 然後呢 這是0 這是正的 這是0 然後這是負的 好 那麼因為這負的 所以呢 這凹口是向下 因為這正的 所以凹口是向上 那因為這負的 所以凹口是向下 那麼這時候 因為f'是0 所以呢 我們x以-1 帶回這裡做計算 我們算出 這f的-1 這等於10 因此呢我們得到一個反區點 這坐標是-10 這個答案 好 那麼x等於1的時候 這f'是0 所以呢 我們x以-1 帶回這裡 我們算出 這f' 這是等於10 因此呢 我們算出 另一個反區點坐標為 1 10 這個答案